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应该好多人都没喝过吧 而且就算喜欢吃香菜 你能接受香菜汁不 我来打开听一下 哇 百分之百香菜汁 听一下它的配料表就只有一个香菜 起来啥也没有了 但是能喝香菜汁的 我感觉也是个人才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道理好不好喝 它上面还写了一盒约等于15颗香菜 试一下 一打开之后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菜味 我来喝一下 我是爱喝香菜的啊 但是它的味道是这个样子的呢 我感觉它跟果汁是完全没有一点关系 苦苦的 还是有点香味 上面写了吃法 第一个就是声猛指引 就是我刚才那样 这是真喝不下去啊 第二个是拌酱做佐料 第三个是搭配饭去吃的 我蘸了一口 我感觉它是有一股中药味 爱吃香菜的人一定要去试一下 就会让你不那么爱吃香菜了 这个是真难喝 第二个香菜辣条 这个应该是好吃的吧 我来添一下 添一下 它这个包装也是特别的香菜气息 纯绿的 我来看一下配料表 小麦粉 生活饮用水 植物油 辣椒 食用盐 香菜粉 香菜粉爬到这么后面 应该香菜味不中吧 我来试一下 香菜味确实有 看一下 它是这种绿色的辣条 我来试一下 它确实带来一点点那个香菜味 主要还是辣条的味道 之前就是那种香香辣辣的 然后辣条味中 香菜味不中 跟刚才那个香菜果汁一比 它完全就没有什么香菜了 因为那是我第一个太生梦了 不过这个辣条确实好吃 第三个 香菜锅吧 锅吧 我们吃过 但是香菜味的锅吧 有没有吃过的 但是我是第一次吃 我们打开先 也是这种绿绿的包装 我估计打着香菜味的零食 应该都要这种绿绿的包装 我来试一下 它的配料里面确实香菜大于等于2% 试一下 它这个确实有香菜味 而且香菜味很重 它这个确实香啊 就感觉是我们那种香菜做熟了的感觉 这个喜欢吃香菜的肯定爱吃 它确实那种香香香香香香香的那种感觉 应该可以打个8分 下一歌 香菜牛奶 这个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香菜味的牛奶 会不会跟刚才香菜味的果汁是一样的呀 我们打开看一下 香菜牛油果牛奶 它上面写的是香气铺皮果真不错 直击味蕾一口入魂 真的有差说的那么好吗 倒出来 看一下 这样看起来就是那种白白的牛奶的感觉 闻起来确实挺香的 这应该比香菜汁好喝吧 我来试一下 它确实带一丢丢一丢丢的那种香菜味 我感觉它还不告诉你说有香菜 你应该喝不出来它有香菜 对了香菜和牛油果都是那种比较有争议的水果和蔬菜吧 它们俩放在一起确实挺绝的 但我是真没喝出来啊 而且我觉得挺好喝的 挺香 对了我再来喝一下这个百分之百的香菜 接着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还是那么的难喝